发报手法就像发报员的指纹 没有两个完全相同 由钟少雄指导的谍战动作电影《密战》 9月15号爆出首支预告片 正式宣布定档11月3号 郭富城、赵丽颖和张翰作为影片三大主演 在先导预告片中首次集体出镜 演绎谍战大戏隐秘战线出露真容 漂亮 影片讲述了民国年间 郭富城饰演的金牌情报员林翔 深入危机四伏的上海 在分别由赵丽颖、张翰、朱一龙扮演的 三位年轻人的帮助下 获取重要战报 并通过电台将情报传送到组织 与敌人斗智斗勇的红色故事 郭富城与赵丽颖两年之内的二度合作 一样人惊喜又期待 在2018年春节即将上映的西游记《女儿国》中 赵丽颖饰演国色天香的《女儿国》国王 18年之后跟我们一起去《女儿国》吧 而郭富城则是第三次出演孙悟空 三部的西游记我也有参与演出 所以感触非常的大 对于我来说苦 从密战到《女儿国》 从年代大戏到经典名著 再到前阵子跟观众见面 收获一水好口碑的新作《破局》 如今提起郭富城的第一印象 早已从叱咤香港乐坛的代表人物 逐渐转变成了一个实力派演员 其实一路过来 郭富城在影视上的绽放并不算丰厚 是典型的后期薄发型选手 电影《三叉口》给了郭富城第一尊金马奖杯 十年前谭家明用父子 把他再度送上金马奖最佳男主角宝座 但也告诉他 演员要演更困难的角色 毕竟是曾经连蘑菇头都不让人动的偶像歌手 要说演戏天赋一饼真不见得 连他自己都亲口说过 四十岁之前的表演不能看 好像以前张国诚说过 每一部电影都是好战 跟铺门一样 就是一块一块这样子把它传起来 慢慢把你的演技传起来 这样一样 有机会就会爆发出来 所以我也希望 机制能够往这个方向 终于在这两年 郭富城似乎是找到了在电影上的节奏感 无论是踏雪寻美里 留起胡须染了头发的邋遢探长 还是天亮之前 可以蒙着眼睛急速飙车的疯狂赌徒 亦或者是西游记之三大白骨经理 化七小时特效装的孙悟空 郭富城一边求心求变 一边高歌猛进 用跨界来概括郭富城花给电影的心思 好像都显得潦草了 电影是我这段时间 投放最多时间的工作 也是我最热爱的工作 所以我宁可把我的一个演唱会的时间 先给推动走 然后我先好于不可求 可以不可求的 就是把它派下来 新语的再线 边见吧